台中市区公車在五泉西和大中南街口闖紅燈 远景巡邏發現警車一路緊追把公車攔停下來 就是搶黃燈喔 搶黃燈 比較頂 對啊 要不然就太大了 駕駛被攔查後頻頻看手機 說自己快要誤點了 而且變成只是搶黃燈搶快 但遭到警方打臉 我們搶黃燈的話 它有一秒兩秒的時間嘛 一秒兩秒嗎 看了已經這樣左轉箭頭了耶 已經亮左轉箭頭了耶 是嗎 對啊 要不然以後我們都注意一點 以後這個都已經事實了啦 警方說都有全程錄影喔 駕駛才坦誠錯誤 上個月底台中市發生公車轉彎撞死女大聲的嚴重車禍 之後市府針對公車展開大執法 從9月25號開始到10月6號 短短12天警局開罰公車違規67件 其中闖紅燈違規竟然高達29件 違規幾乎天天上演 明明紅燈了公車卻直接闖過去被警方攔停 紅燈了耶 還有違規左轉的公車也被攔查開單告發 違規耶 希望透過許力干預手段 修正部分公車駕駛不良行車習慣 維護交通安全 台中警方展開大執法 但公車駕駛似乎沒在怕 照樣搶快闖燈 平平違規目無法寄 市府和警方得寄出重罰懲戒 提升大眾運輸駕駛的開車素質 民視新聞許家辰陸宇翔台中報道 錄患 錄迅